因為我們現在基本上在台灣附近海面上 我們可以看到 它也有這個燕子颱風 而且它在前天晚上的時候 已經升級為強烈颱風了 而目前它其實是持續的往西北溪方向行進 現在的時速大約是在16公里左右 而它未來將會往西北溪方向行進之後 是整個北轉來最快是在下週二的時候 有可能接近日本 那之後有可能就會侵襲日本的關係四國一帶 所以在這裡要特別欣請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下個禮拜要到日本旅遊的話 記得要留意航班的動態囉 不過由於它最近我們的時候 其實也有1000多公里 所以其實對台灣的天氣是沒有直接的影響 但是會有間接的影響 而影響的時間點就在明天晚上到下個禮拜一 也就是在台灣的北部還有東半部 以及河洲半島沿海都有可能會出現長浪 所以提醒如果是這段時間要到海上作業的話 一定要特別的注意囉 接下來為您整理各個地區的詳細天氣資訊 可以看到北部地區今天高溫來到了34度 而體感溫度甚至在大海北地區 因為地形的關係比較悶熱一點 可不排除有可能會飆到40度 而中部地區今天是多雲的天氣形態 南部地區的高溫來到33度 東北部地區今天的天氣形態 跟北部地區其實是非常雷同的 也就是白天是多雲到晴的天氣形態 但是等到了午後之後 就有可能因為對流旺盛的影響 所以會有一些些午後雷震雨的現象 甚至不排除有可能會出現大雨等級的強降雨 而東半部地區今天的天氣形態是多雲的 那麼另外三個地區 外島三個地區 澎湖金門 馬祖 今天高溫是來到30 31度左右 不過講到了今天基本上週末假期 其實各地白天都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天氣相當的穩定 但天氣晴朗其實也要特別留意到的 也就是紫外線的指數了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還有南部地區 以及東半部地區 甚至在外島三個地區 今天都是七級 七級所謂的七級就是已經高亮級了 那高亮級的意思呢 也就是如果你到戶外活動呢 超過30分鐘 你完全沒有做任何防曬的話 就有可能晒傷了 而特別要留意到的 也就是在宜蘭地區 甚至是達到了過亮級 也就是八級的程度 也就是如果您在戶外呢 活動超過20分鐘 完全沒做防曬 就有可能會晒傷了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今天週末假期出遊 最好要做好防曬了 不過未來一週天氣狀況如何呢 那大家來看到的是 今天到下週一呢 其實這一段時間這三天呢 天氣都非常的相似哦 包含北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 還有各地的山區 都要注意午後熱對流旺盛的影響 可能會出現短暫的雷震雨 而清晨到上午呢 基本上因為 西南風的這個殘留的水氣的影響 所以其實在中南部的沿海地區 都有可能會出現一些些的降雨哦 而等到了下週二水氣變多了 也就是因為西南風稍微增強了 所以在南部地區呢 就會有出現短暫陣雨的現象 而且降雨時間呢 可能也會拉長一些 而其他地區呢 還是要注意午後對流旺盛的影響 可能會出現短暫雷震雨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未來一週呢 還是要攜帶雨具出門 比較保險一點